眼神决定駭入目标,TOPI发表新一代装置TOPI Eye Tracker 4C将支援开门口。 2. 记载,2016,台北国际电脑展后,演动追踪技术厂商。 TOPI今9日再度发表第二代装置TOPI Eye Tracker 4C,透过追加效能与独立运算,进而可以追踪玩家的头部动态,增加游戏玩家的操作应用,并展出相关合作产品,并将支援即将上市的大作刊能够。 2. 何谓演动追踪技术?这是透过装置将不可视的红外线发射出去,由内建摄影机侦测位于玩家眼球中的映射,经过一系列精密计算,传达给电脑关于玩家的眼球动态。 其精准度虽然没有滑鼠游标的像素极精确,但却是目前人与电脑沟通的资讯中,最快传递指向性资讯的周边操作。 2. Tobio演动追踪技术并非用以取代既有的滑鼠键盘输入,而是建立一种新的辅助输入形式,这可以改变以往游戏操作只能整个角色的动态,分离为头部与身体的动态追踪。 据理来说就是视线看到手榴弹,就能够取得物品,而不是整体角色得走向物品才能取得,诸如此类在操作上的改良,提供玩家更审进的游戏体验。 也能减少游戏中无谓的操作界面。 2. Zobolo Black 业务副总裁。 Pieter表示此项技术专注于游戏应用,在硬体厂商合作阵容中,已与MSI, Ether, Alienware等硬体厂商合作。 加入于电竞笔电,荧幕相关周边装置,并且支援刺客教条,全境封锁,骇客入侵。 甚至是即将上市的看门狗2的游戏操作,如同全境封锁可以选择掩体目标,看门狗2或许也能支援应用在环境物体的骇入目标选择上。 有了!Tobio Eye Tracker 玩家除了使用双手以外,还能使用眼球追踪的操作模式。 更加改良玩家的游戏体验。 而在游戏之外的方面,可以结合一般滑鼠游标,或者是Windows Hello生物辨识功能,不需输入密码,记忆眼球资料即可登入。 目前,Tobio Eye Tracker 在演动追踪使用者市场的市战率占有100%,一般整体应用则有50%。 针对目前兴起的虚拟实镜,Tobio Eye Tracker 也替红旗与Stone Braids合作研发的新一代Star VR装置提供技术。 由于虚拟实镜的显示萤幕比一般萤幕都还要近距离,所以在虚拟实镜上的装置会采用近端眼洞追踪,又别于一般在萤幕上的远端眼洞追踪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操作方式。 日后代产品正式上市,可以曝光更多相关资讯。 同时在热门电竞运动中,可以用来追踪选手的视线轨迹,进而期比赛中关系胜败的细节,可以帮助选手精进技术与集中力。 即将推出的,Tobio EyeTracker 4C与过往的不同就是导入了独立运算晶片,不用要烂电脑,CPU计算,同时大大降低了所需传递的资讯量。 从过往的,USB30,门卡降低位。USB20,新硬品不只是能追踪眼球动向,连玩家头部的动作都能追踪,并且增加对于光学眼镜的玩家族群的支援度,即使佩戴眼镜也能够顺利追踪,日后还会追加支援更多游戏。 Tobio EyeTracker 4C将于11月25日正式上市。